最近疫情严重 安省每日新增已上升到1600位斗力 都伦州的人都在谈论疫苗第三针 需要与第二针间隔六个月 我算了算去还不到六个月 后来一个朋友告诉我 是按一周六天计算 六个月是168天 我登陆安省的疫苗预约网站 果然符合要求 心里很是高兴 但是在预约时 系统问我是不是打booster shot 这可把我难住了 上Google搜索了一下 third shot和booster shot 确实都有不同的解释 用中文说就是疫苗第三针和加强针 赶紧给打完第三针的朋友打电话 他说都是一回事 我这才放心下来 重新上网预约 今天到了疫苗中心 问了给我注射的医生 他说在加拿大都是一个意思 这我才彻底踏实了 这就和汉语里 岳父老藏人 媳妇他爸三个名字 其实说的都是一个人 没办法 上年纪了 跟不上形式 经常蒙全 大家预约时 也不必为用词的不同而纠结了 但愿有人下次再见